贺朗特为真爱干杯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今年26岁 本嘉宾有马上拖单去约会的 去约会APP定位 好小啊 看起来 看看这些姐姐们 以前有见过的吗 第一次见 第一次见 她们来的时候你更小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的决选 第一个环节 小龙真大高 好吃不上火 爱之警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女友可以跟我一起 带我的奶奶一起出国旅游一次 带奶奶出国旅游一次 关心 你好 您想让女友跟奶奶一起出国旅游 是想让你奶奶帮你爸爸关是吗 不是这样的 我希望能够带她出国一次 因为她之前生过一次大病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当时得了那个脑梗死 脑梗就是脑梗 不要扎后边那个字 其实我一直想带我奶奶去国外玩 但是我有时候不太相信自己 因为我发现关于急救的一些东西 还没有达到那个标准 所以你真的让我一个人带她出去 其实我也不敢 就两个人可能互相能有一个照应吧 得带个护士 对不对 你还可能想要一个女朋友 比方说上厕所帮奶奶拿拿包 对 洗澡的时候 稍微拿拿毛巾 对 我觉得可能是想法 这方面生活照顾 生活上面的 是 是 是 刘吾朵 我也有一个特别好的奶奶 我和她感情特别好 但是她就是在我上大学的一年 就离开了我 然后我也很羡慕你 就是你最爱的人 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而且你可以和你未来的女朋友 一起带着奶奶去旅行 我觉得这也是奶奶最幸福的事 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个小故事 就是我以前高中的时候 当时成绩不是很好 我爸妈对我的一个印象 就是不太乖 不爱学习 然后我就主动跟她们说 我说我想去外面报补习班 然后她们就不支持 所以我后来就求助我的奶奶 她就跟我说 你只想去报 你这个费用我来帮你出 然后我也会很珍惜 她给我的这个帮助 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女生喝醉酒 就不希望她喝醉 觉得自己酒量还可以的 举手看看 哎呀 那个姐姐 酒量我的个天呐 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 你是怕女朋友喝醉了 就照顾不了你的奶奶了是吗 不是不是 这个思维很好 跟两件事没有关联 这两个事没关系 23号 我平时都会去KTV去唱歌 就是那万一喝多了呢 就是那你朋友 那肯定会 她说了不希望 尽可能不要这样 对吧 如果真的发生了 那我就只好原谅你 很可爱 要不原谅 她就成别人的女朋友了 对不对 对 对 你好 男嘉宾 我想问的就是 你不希望女朋友喝醉 那你平时喝酒吗 我不喝酒 其实我觉得 这个酒喝的适度就好 微醺是刚刚好的 比如说你回去醉酒的话 喝点俊乐宝就可以了 我们抓紧时间看片子 看第一条片子 天赋做资本 兴趣为动力 两者结合 是最完美的工作状态 我是张池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电竞板块的开创者 和负责人 主要帮助各大电竞俱乐部 洽谈合作 完成融资 我喜欢电竞 我爸是我的启蒙老师 99年 我刚四岁 那会儿家里只有一台电脑 我就在家里吹空调 打游戏 我爸拎个茶杯 就跑到网吧和我连机 在我心里 那是一段最美好的时光 上大学的时候 我在王者荣耀里 升到荣耀王者 在皇室战争中 拿到全国第三 成为了朋友们口中的 游戏大神 我也有商业头脑 上学的时候 七夕卖玫瑰 圣诞卖苹果 开补习班赚学费 开密室逃脱当老板 我目标很清晰 而且肯下决心 高三一开始成绩不好 一狠心 缺乏明智 结果高考分数提高了200多分 最后考上985高校 成功逆袭 我的工作就是天赋 和兴趣的结合 商业和电竞的结合 电竞行业前景开阔 我主动向交易所申请 填补空白 我很庆幸能用自己的知识 让我所热爱的电竞行业 变得更好 我也玩了十年跳舞机 跳舞和在交易所里反差很大 工作有条不紊 步步为营 下了班 阳光开朗 热爱生活 这是爆灯了 新版爆灯的 因为在陈东元的历史上 他所有的前男友 都是打游戏认识的 真的 嗯 真的 是我就喜欢跟游戏大神交流 但是怎么没有遇到你呢 因为就是为了让我们 在《非诚勿扰》舞台上相遇 还有一点就是 我酒精还有烟味都过敏 我从来 从来不喝酒 我也特别讨厌 我的男朋友喝酒抽烟 这两样是必须不能有的 你是不是还特别喜欢 跟奶奶出国旅游 我奶奶从我四年级的时候 过世了 但是我奶奶对我非常好 因为我有两个堂姐 给她们买早餐 都是给五毛钱 给我给两块钱 四倍的价格 我真的很难过 在我长大之后 没有这个机会去报答她 这边有个奶奶 太好了 敬离奶奶给我报答一下 你看看大家这些姐姐们 都在成全成动员了 要不要我们先看一下 下一条片子 把两条片子看完了之后 给大家做一个判断 来 放下一条 我有过三段恋爱 前两段是在学校里 时间都不长 第三段印象最深 我们不在同一个城市 是朋友介绍认识 然后两个人 用手机互相联系 我们一起打游戏聊天 慢慢都觉得有好感 然后自然而然 就走在了一起 有一次我们吵架 互相不联系 正上班 接到外卖小哥的电话 我料到了他想哄我开心 给我点了喝的 可是没想到 他刚从北京赶过来 头发凌乱 我特别感动 我想和他稳定在一起 所以和爸妈商量 在上海买房安定下来 也慢慢让他融入我的朋友圈 那段时间 我们一有机会就粘在一起 但他几乎没有向自己的朋友 公开提起过我 也从来没有在朋友圈 公开过我们的任何东西 他说想要低调的恋爱状态 不愿意被旁人打扰 但我觉得他是在 给自己留后路 最后我们因为这个原因 分开啊 我想找一个大方 能充分理解自己的女生 不愿意后一起玩游戏 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一起去做一些 新奇的事情 谢谢 谢谢 陈冬元 刚才片子里边的内容 你有要问他的吗 我呢是比较粘人 而且会闹小脾气 打游戏你带我打输了 我的天哪 我会生气的 他说我们不会输的 我们都是打神 我想叫他要理解他的女生 就要理解到什么程度 就比如说你刚刚那前任 那种做法 在我这我永远不会低头 如果是好嫁的话 我感觉我是那种 我的天啊 我就是对的 我不管 但是你能保证 在很长的一段交往的过程当中 你永远都是对的吗 你永远都不谦让吗 我觉得有些时候 我们在表达过程的当中 可以稍微留点分寸 留点余地 来 你有问题 问陈东元吗 我针对他刚刚讲的 这三点可以回应一下 就第一个好像 你比较粘人嘛 我蛮喜欢粘人的 看看 第二点好像他说 他脾气不太好 我喜欢脾气不好的 是我脾气好 第三个就是他说他 他打游戏经常会输嘛 那我就想说你跟我打不会输的 哇 你很有一套 就是外表小绵羊的撩妹高手 我跟你讲 所以相应的 我觉得男孩撩妹是撩妹 谈恋爱是谈恋爱 但是要真的想结婚 有些态度是必须要表达的 就是你可以现在说 没问题 我喜欢你 然后脾气好就行了 但是真能这样吗 这个呢 其实他们说的那些呢 我都想过 但我一句都不说 为什么呢 我不妨就在这个点 我们公布一下 制推女生 看大屏 全国销量遥遥领先的 芝士酸奶涨知识了 为您介绍这位男嘉宾的 制推女生事 我们看一下匹配图 92 我前最高 男生性格开朗 健谈喜欢热闹 个性谦卑 内心柔软包容 注重沟通 女生性格直爽 个性独立 注重体验 双方都喜欢结交 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一起可以彼此依恋 又保持彼此的独立 互相欣赏 共同成长 就刚才你们三位老说的都对 但我一句都不说 为什么呢 他们那么小 他们说打游戏 你带不带我打 你带我打 我就跟那些大神打游戏 我不能输 那你说我带你打 我肯定不会输的 你看他们俩这个状态 他们俩这个年纪 到坐下来 我们认认真真开始谈婚论嫁 恐怕还早着呢 显然你们两个宝宝还比较小 但是这些事呢 会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慢慢磨合 好吧 到这儿我都觉得 我们可以加快一点进度了 要不然我们就干脆直接 看他选的行动女生是谁 看大屏 选择李璐 我明确地问一下李璐 你考虑她吗 还是拒绝 这么有缘的事情 我祝福她们 姐姐让位 好 来 我看看还有多少灭灯 哎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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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李璐说姐姐让位的时候 她脸上的不悦还是蛮明显的 有吗 没有 是 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你要带陈东元走吗 不是 还有一个男生的问题吗 你问他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你觉得美好的一天 应该是怎样度过的 你缓一缓再说啊 你脑子 你过一下再说 他经常嘴巴比脑子快 我自己的话我都会打游戏 睡觉 吃饭 没了 然后跟另一半的话 一起打游戏 然后玩一下 我也不知道玩什么其实 两个人 可能也因为我跟男生唯一能达到一个共同点的就是打游戏 但是游戏打多了 你每天陪玩的都是那个女的 你肯定会腻 而且我声音那么难听 谁愿意每天都听着我打游戏啊 因为我这个人很无趣 首先是 我想帮陈东元说两句啊 因为陈东元经历过很多艰辛 在这个男孩子在为美好的一天的时候 他突然感觉到有种自卑感 所以他就会说其实我也是无趣 其实我受过很多伤害 其实并不代表他没有向往美好 只是那一刹那 我知道女生在那个幸福快要来的时候 他突然有些时候会自我质疑害怕 所以他很难说出来 我美好是到底要怎么样 他只看到了自己那些伤痛的过去 我们可以听一下男嘉宾 你想的美好的一天是什么样的 可以描述一下吗 我心目中美好的一天 我觉得早上我应该要 比较早得起来 然后可以准备一顿早饭 大家两个人是一起做的 不是你做也不是我做 是我们双方共同做的 然后就到了中午 那我们彼此之间 吃完早饭就到了中午 对 然后就是我们吃完早饭之后 我们可能都有彼此的事情 可能你有你的工作 我有我的工作 到了晚上 对 然后那到了晚上的时候 我觉得就可以约几个朋友 一块出来 生活其实不止你跟我 我们两个人 我们还有一些生活圈子 有一些朋友 那大家吃个饭 聚餐 最美好的一天是围绕三顿饭 我觉得在成熟的恋爱中 描绘美好的一天 是特别特别聪明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可以看到背后的价值观 比方说男生说的 我早晨起来 共同做早餐 至少他认为的家务 是应该平等的 第二呢 就是大家都去上班 他觉得哦 需要工作的 如果说女生也认同他的话 我觉得就大家匹配度就会比较高 我刚开始在想 美好的一天 我都想象不出来 我可能想的那个问题是 什么样是美好的一生 但是我现在发现 年轻人的爱情就是这样的 想明天 然后把明天过成 美好一天的样子 很活在当下 非常是就年轻人 对待爱情的态度 我觉得你们就是天作之合 可以 对待爱情的态度 你要在15号从这儿走吗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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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已经说了很多 你现在先说yes or no 然后再说下面的话 怎么没有遇到你呢 因为就是为了让我们在 《非诚勿扰》的舞台上相应 我呢 是比较粘人 我蛮喜欢粘人的 会到小脾气 我脾气好 我答案是no 我很想听一听你拒绝的原因是 刚刚她的回答当中 我感觉就是没有听到一些 我想要的一些东西 或者说她的回答 跟我的问题有一点不太相干 其实 对 我更希望就是听到一个人答案 能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好 我很希望美好的爱情 是这样子 好的 再见 谢谢 哎呀 哎呀 看了 他就是没说跟你一起 起来做早饭 来 曾一起走卷 我可以走了 好 拜拜 她的回答跟我预期想要的 不太一样 游戏其实只是一个表象 我们要看到更多的是 通过玩游戏这件事情 挖掘出一些 更有意义的一些事情 就那可能是我内心 比较想要的一种一个结果 我们两个人会更适合做朋友 而不适合做恋人 所以我最后没有选择牵手 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 他想带你走的意愿是很强的 就从什么时候放弃了 就从你那个回答 你的那个回答 在我听来就是拒绝 可是你 你回答那个问题之前 我还让你想一想再说 你以前在飞车上 你每次回答问题都是 你要说你不喜欢他 你怎么说睡了 你要打游戏呗 可是你又喜欢他 我以前是靠说每天很形容 就很形容我的美好的一天 早上给他起来做早饭 对啊 你刚才这么讲啊 他就插一顿饭 东远 我觉得 我想我们每次在这个台上来 我觉得都会得到一些启发 我们不能够期待一个最合适的人来 但是我们可以把自己准备得更好一些 如果你这一刻还没有准备好 也许他只是给了你一个机会 让你把自己梳理得更清楚 就是以前我是表达我的好的一面 争取过来了 但是我的不好的一面 在相处之间还是会暴露 所以我想告诉他我的缺点 如果他真的能接受的话 那就更好啊 但是他好像不太能接受 来 我给你画 花点时间把你这个脑子 你这个脑子需要打开来洗一洗 真的 你刚才说 好像听上去思路是对的 你要能接受我不好的一面才行 你不能光看到我美好的一面 万一我不好的一面被你看到了 你不愿意跟我在一起了 那好 那我把我不好的一面 提前告诉你 你觉得好像这个挺有逻辑的是吧 你去问问有没有哪一个男人 可以接受一个女人 除了打游戏 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不做 脑子里面什么都不想 你还不要说有没有男人找 你想想看 从观众的角度 就算你的父母看了这个节目 台上一个女嘉宾 她说我的一天 我活着就是为了什么 除了打游戏什么都没有 你能不能把打游戏 这三个字之外的事情 稍微呈现出来一点点呢 没有 那时候太快了 然后突然问我这么一个问题 没有 梦也有 她有点懵 她刚才就是 有点懵 然后我也没有回答好 但是 来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说一遍 美好的一天 来 说一遍 我听听 你想了那么长时间 来 给我们描述 美好的一天怎么度过的 有清楚的浮现 你的脸 美好的一天 我想去一个海边 去一个海边 然后跟她一起 就度假的形式开始吧 从早上一起去看日出 回来 然后去酒店吃早餐 然后 我们可以去拍很多 好看的照片啊 然后一起发朋友圈 发微博 这不挺好的吗 怎么没有遇到你呢 因为就是为了让我们 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相遇 我是比较粘人 我蛮喜欢粘人的 会闹小脾气 我脾气好 你刚才才像个 有脑子的人说的 好 你记住吧 好 你想想清楚 下次 也不知道有没有下次了 有 有 有